豪门儿媳拜完家回来发现婆婆小姑子在客厅 翻着白眼假装没看到想偷偷溜回房间 婆婆直接叫住眼下的儿媳 让她马上和自己去一趟医院 嫁进来五年不下蛋 婆婆内心充满疑惑 可儿媳对此却十分抗拒 似乎想隐瞒什么秘密 婆婆这么大年龄什么也计没见过 早就料到她不会乖乖听话 一声令下家里的庸人就上前抓住儿媳 直接把她塞进车里 这次婆婆铁了心要弄清楚儿媳不下蛋的秘密 与此同时 秘书帮总裁准备好了两张蜜月旅行机票 准备回家给妻子一个惊喜 看着手里的机票 总裁控制不住地露出幸福的笑容 脑子里已经想象到妻子开心的样子 殊不知家里已经战火纷飞 等她晚上下班一脸期待地回到家 却听到楼上传来妻子哀叫痛哭的声音 这可把她心疼坏了 高级西装也不要了扔在地板上 化身一头熊豹子往楼上冲 发现妻子一打三处于劣势 二话没说直接推开庸人把妻子护在怀里 看到丈夫回来 妻子立马离花带雨的告状 说婆婆小姑子疯了要把她赶出这个家 脸皮厚度刷新婆婆的认知 直骂儿媳见人就是矫情 随后更冲上前去想拔光儿媳的鸡毛 三个女人撕跨堪比世界第三次大战 深处战争中心的总裁差点被逼疯 大声呵斥要求两方随便派一个人说一下打架原因 婆婆命令庸人把儿媳带出去后 把白天医院检查报告递给了儿子 总裁这才知道妻子隐瞒了五年的惊天秘密 妻子在和她结婚前就已经摘出子宫不能生育 也就是说当年以怀孕的借口嫁给她 之后又流产彤彤彤是妻子精心编造的谎言 母亲痛彻心扉地告诉总裁 儿媳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一直把她当成提款机 就在此时儿媳爆发洪荒之力 冲破婆婆小姑子的阻拦直达丈夫面前 企图再次靠精湛的演技和免费的眼泪 让丈夫像以前一样心软原谅自己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总裁有点懵 还没等她回应 母亲和妻子两人隔着玻璃门 又开始心一轮地撕逼大喜 缓过神的总裁拿起花瓶 抓住欺骗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妻子 即便自己被妻子当傻子一样骗了这么多年 总裁依然没舍得对她下手 被吓到的妻子也没了体力继续纠缠 成功被扫地出门 离开前依然不改绿茶本性放下狠话 她一定会在风光回来当女主人 女孩被父亲卖给总裁帮忙生孩子抵债 不知情地她亲自做了糕点送给老板 感谢她帮助父亲减免债务 总裁误以为女孩是个随便的人 自己还没去要人她到亲自送上门 然而等她要欺负女孩的时候 女孩却惊慌地奋力反抗把她推到一旁 可在总裁眼里只不过是吸引她注意的伎俩 自作多情的误解让她对可恩毫无联系 直到总裁母亲和妹妹出现才让可恩躲过一劫 愤怒的可恩直接一巴掌呼在总裁的脸上 大骂她是个流氓疯子 然而被欺负的她刚回到家 母亲就抓住她来到房间收拾衣物 要带她去总裁家里还债 可恩哭着询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但面对三千万的债务 无力偿还的母亲虽然舍不得女儿 但也只能让女儿自认倒霉 摊上自己和老公这对坏父母 随后便不顾可恩的意愿 直接把她带到总裁的豪宅里 总裁发现可恩阴魂不散地出现在自己家 误会再次加深 不留情练地讽刺她处心积虑一心想接近自己 就为了让自己心软免除她父亲的千万债务 可恩连忙解释自己只是被安排来这边打工还债 总裁二话没说就上前扑倒可恩 可恩恐惧地一直反抗 总裁嘲讽她装清纯 既然已经接受帮忙生孩子还债的工作 又何必扭捏作态地反抗 可恩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委屈地跑出来质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 眼叹瞒不住 母亲只好把工作的真相说了出来 可恩只要帮总裁家生下一个继承人 父亲的几千万债务就一笔勾销 在得到母亲确切的答案后 善良的可恩依然无法相信以前那么爱自己的父母 为了钱会把自己这个女儿出卖 总裁一家人看到这一幕也才知晓 可恩这个当事人对代孕仪是一无所知 本以为可恩跑了就不会再回来 没想到隔天早上她又再次出现在总裁面前 可母亲不同总裁对代孪仪是非常抗拒 看到可恩的她心里的火气又冒了出来 母亲适时出现帮可恩解围 表示可恩已经同意代孕工作 不仅如此还要兼职她的秘书工作 面对固执的母亲 总裁也只能把牙齿打碎了往肚子里吞 然而一辆车意外出现在总裁家门口 原来可恩的男友得知她的遭遇后赶不过来 看着男人对可恩疼惜在乎的样子 被前妻伤过的总裁轻蔑地劝告她 可恩是一个为了钱 愿意帮陌生男人生孩子的女人 这种女人根本不值得她爱 早醒早回头 男友听完抓住总裁就是一拳头 她比谁都了解可恩的善良美好 容不下一点对可恩的羞辱和污蔑 随后便要把可恩带走 可恩满脸失泪地拒绝了她的好 为了家人她不得不委屈留下 这也宣告了她和男友的感情就此结束 往后的日子只有和冷漠的总裁相处 女孩替父亲还债到债主家打工 第一天就给总裁准备了饭香生蠔 对着债主一家人 头头是道地介绍生蠔的营养价值 完全不知道生蠔对男人意味着什么 懵懂无知的样子 把其他人逗得憋不住笑 唯有总裁一脸尴尬的无语叹气 不仅如此 等总裁回到房间 发现可恩擅作主张帮她把床单被套都换了 随便动总裁的东西也触及了她的底线 愤怒地把她叫到面前质问 可恩丝毫没嗅到总裁的危险气息 再次开启画廊模式表达自己换被套的用途 她想换一种颜色让总裁看得更轻松一点 随后更主动坦白自己还把房间里的红玫瑰换成了白玫瑰 总裁对可恩的自我感觉良好忍无可忍 愤怒地把她布置的东西统统摔在地上 更放下狠话让可恩别妄想靠这些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随后便将猛逼状态的可恩直接赶出房间 可恩委屈地直掉眼泪 明明出于善意帮忙干活 没想到总裁这么不尽人情践踏她的好 气不过又跑回总裁房间的门口大骂总裁没良心 这个鬼地方一刻也不想多待 收拾东西就打算离开 总裁母亲和妹妹站在门口提醒 她是来替付还债 哪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得到了 可恩也不示弱 指责这个家的人都是冷血动物 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重可言 夫人不想和她掰扯 直接释放大招 威胁可恩如果她现在离开 她的父亲就必须为欠债坐牢 一切都在可恩的一念之间 而此刻楼上的总裁正透过窗户看着这一切 可恩挣扎片刻还是决定推着行李离开这个家 总裁看到这一幕不自觉地露出失望的表情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可恩还没出走十米就再次选择回头 她不能为了自己的自尊让父亲入狱 而且她还想留下赚钱买车送给父亲 可可恩心里的怨气还没发泄出来 最终钢琴承受了本不该属于她的怨气 嘈杂的琴音也把总裁一家人吸引过来 虽然总裁内心对可恩的留下很是满意 但还是要继续维持霸道的人设 当着可恩的面让庸人把这架钢琴当垃圾扔掉 这也让可恩气上加气 明摆着嫌弃她碰我 虽然经过这一次教训 可可恩隔天还是没忍住多管闲事 得知总裁有胃痛的毛病 再次擅作主张把她的咖啡换成果汁 总裁一如既往地不接受可恩的好 直接端起果汁当着她的面倒掉 可恩学聪明了不再硬碰面 没过多久就换了一杯送到会议室 总裁看着黑色的液体满溢的一笑 认为自己已经将可恩成功拿捏 没想到一口入喉差点没当场吐了出来 原来可恩把咖啡换成姜糖水 显然她并没有对总裁妥协服软 等总裁回到办公室 又发现可恩新的动作 自作多情地帮她把文件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总裁气得班也不想上了 霍天荒提前下班赶回家找可恩算账 假装怀孕嫁入豪门的女人被扫地出门后 带着母亲重新杀回豪宅 看到总裁前夫立马上前又是抱又是亲 搞得好像自己只是出去旅游回家一样 直到看到前夫身后的可恩才停止飙行 总裁为了摆脱欺骗自己五年的前妻 故意走到可恩面前正式介绍这是她的新妻子 前妻也不是吃素的 总裁身上几个茅胎一清二楚 根本不相信她这么快就找到下家 为了让前妻相信 总裁后脸皮直接亲吻可恩的脸颊 大秀恩爱不说 还故意表示可恩白天是她秘书 晚上是她妻子 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准备要孩子 直接对不能生育的前妻发出致命一击 前妻这才开始慌了 本以为自己把总裁拿捏得死死了 过这么久 总裁气消了自己回来又是少奶奶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取代她 抱着总裁又开始角楼造作地施展演技 企图唤醒前夫对她的爱 然而总裁在看穿她的骗子本性后 就决定一刀两断不再纠缠 前妻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临走前放下狠话 她不会就这么认输 属于她的她一分一毫也不会让 回到家后前妻越想越不对劲 打心里不相信爱自己爱得死去活来的前夫 会这么轻易移情到一个黄毛丫头身上 为了搞清心里的疑惑 花钱请了个远房亲戚帮忙调查可恩和总裁的关系 年轻的亲戚为了不辱使命 出卖自己色相勾到豪宅里的娘炮庸人 很快就掏出可恩为了还债要帮总裁代孕的真相 总裁前妻得知这个秘密后 迫不及待地闯入婆婆办公室 一脸表气地讽刺婆婆要可恩代孕的歪心思 婆婆情绪没有丝毫波动 四两拨千斤地承认代孕的事实 同时加码告诉前儿媳 自己儿子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可恩 前儿媳当然不相信婆婆这个死对头的话 自信满满地表示 今天她就会回去继续当总裁的妻子 婆婆深知前儿媳不是擅长 回到家立马吩咐佣人将可恩的生活用品 全部搬到儿子房间 正如她所料 很快前儿媳的车就出现在豪宅大门口 总裁前妻带着母亲来到自己和总裁的房间 进门一眼就发现房间里自己 亲自装饰摆设的东西全部消失 走进卧室更发现一大堆可恩的私人物品 婆婆设计的这一切等的就是这一刻 不留情面地让前儿媳要么滚出这个家 要么就去和佣人住一起 可前儿媳是个人精不好欺骗 坚信这一切都是婆婆故意安排给她看的假象 总裁为了让前妻死心 不得不再次拉着可恩的手在前妻面前秀恩爱 即便前妻内心已经开始动摇 但嘴上始终不承认总裁和可恩是一个 总裁这个前妻脑子着实有点东西 女孩为了替付还债被迫到债主家打工 然而在相处过程中 债主无法控制地对女孩产生了好感 这天可恩善意地帮债主做了新型蛋包饭 本以为可爱的创意 会提高总裁用餐的心情 没想到总裁长都没长就冲着她发脾气 总裁不想承认自己已经爱上眼前的黄毛丫头 只能靠着发脾气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随后更是将可恩的善意狠狠地践踏 直接把蛋包饭倒到垃圾桶里 可恩觉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自己又是哪里得罪了总裁 一直追在总裁屁股后面要个原因和说法 总裁不胜其扰 只好用最伤人的话告诫可恩 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博取她的好感 随后更是直接打包行李要远离可恩几天 从没见过总裁离家出走 庸人连忙拉着可恩给总裁道歉 可可恩也是硬骨头一枚 不是他的错他凭什么要道歉 站在那无动于中看着总裁上车离开 然而可恩的这份骨气却没有持续多久 总裁母亲拿他的父亲债务威胁 要可恩必须想办法让他儿子回家 否则打工还债的协议就此作废 那他父亲就得乖乖去坐牢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即便可恩不觉得自己有错 但隔天还是来到总裁公司 不惜下跪求总裁赶快回家 总裁没想到可恩居然来这一趟 连忙蹲下阻止 他可不想还没过年就发红包 面对可恩这种无厘头可爱的样子 总裁差点破功 只能抢板着脸离开 独自来到卫生间对着镜子告诫自己不能心愿 然而半夜总裁的豪车还是出现在了家门口 可让可恩没想到的是 总裁回来却是为了收拾换洗衣物 他误以为总裁不想留下 是因为不想看到讨厌的自己 为了让总裁留在家里 可恩直接拿出总裁母亲帮忙预约医生的报告 告诉他很快两人就会去医院做试管婴儿完成还债协议 到时他的任务完成 总裁就不用再看到他这个眼中钉 可却没想到这段话却适得其反 让总裁更加烦躁恼怒 亦有所指地表示即便生下孩子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也永远回不到从前 乌漏偏逢连夜雨 可恩替父亲还债还没结束 父亲又被确诊癌症 巨额的化疗费压的全家喘不过气来 可恩不得不出去兼职做模特 然而却被总裁无意中发现 看着可恩打扮妖艳着装清凉的艺术照 总裁心里的无名火冒了出来 他当宝贝一直舍不得碰的女人 却自己在外坐见自己 那他也没必要联系 回到家不顾可恩的医院强行扑倒 总裁用最后一丝理智询问身下抗拒的可恩 是否讨厌自己 可恩看着近在咫尺早已产生好感的总裁 并没有回答总裁的问题 总裁就当他默认接受自己 直接省掉去医院代孕的繁杂程序 发生了大家都不想看的动作戏 女孩用餐时还没吃到嘴里 就被食物的味道引得恶心想吐 毫无经验的他并没多想 但头晕呕吐的症状却越来越严重 直到遇到一位好心的孕妇提醒 可恩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怀孕 验孕棒一侧果不其然 总裁一发命中来了的拳雷打 得知自己即将当爸爸 总裁满脸的欣喜和感动 紧紧地把可恩搂在怀里 他从没像现在这么幸福过 即便两人一开始在一起是因为债务原因 但相处过程中 总裁和可恩互相都产生了好感 亲孙的到来也让总裁母亲欣喜若狂 为了让孙子出生时候就有个正当名分 总裁母亲也决定对钱儿媳妥协 愿意拿出巨款 让儿子和钱儿媳早点结束婚姻 然而这个决定却差点害总裁丢了性命 总裁不知道前妻已经被他的仇家控制 迫不及待地和前妻碰面签署离婚协议 前妻话里有话地对着总裁道歉 随后便用图有名要的手套划过总裁的脸 莫名其妙地举动让总裁一头雾水 等察觉到异常后却为时已晚 总裁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和前妻一起被锁在废弃的仓库里 询问前妻才得知仇家想要拿回他手里 握有他们的违法证据 惊恐的前妻对自己成为诱饵让总裁遭殃的事 也充满无奈和后悔 一直不停地对总裁解释和道歉 总裁只能安慰他会想办法带他离开 很快仇家就让总裁和家人视频通话 让家人务必把藏有仇家秘密的优盘带来 为了救出总裁怀孕的可恩不顾危险 坚持要求自己亲自把优盘和定位器带过去 勇敢的举动也让总裁母亲对他刮目相看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察也坐着性能良好的私家车一路跟随准备云 可恩也不如使命 成功把带有定位器的优盘带到仇家诊 顺便在总裁前妻面前和总裁撒起了狗粮 前妻得知可恩怀孕后 在生于死边缘的他已然释怀 可仇家也不是吃素的 知道可恩把警察带过来营救后 决定对总裁痛下杀手斩草猪根 可在他开枪瞬间前妻挡在了总裁前面 不仅如此 还在生命最后一刻拿出藏起的枪将仇家送去了西北 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前妻用生命的代价救了总裁和可恩两次 看着生命垂危的前妻 总裁满脸是泪不知道如何是好 曾经他爱前妻爱到比自己生命还重要 如今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人世 为了报答前儿媳的恩情 总裁母亲也拿出五千万支票给前亲家 同时承诺他们会代替前儿媳照顾好他往后的生活 最终总裁和可恩在孩子出生前举办了婚礼 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